在美国成立的200多年来 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位现任总统 被抄家搜查的情况 但是幸运的我们见证了历史 昨日清晨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突击了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 进行了抄家式的搜查 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说 棕榈滩的海湖庄园 被一大群联邦调查局特工占领 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最黑暗的时刻 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美国总统身上 要说特朗普确实是美国历任总统中 戏份最多的那一个 这都卸任两年有余 还依旧为各大媒体头条 孜孜不倦地提供着素材 我们来看看这次的突击搜查 到底是咋回事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执法官员告诉记者 特勤局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 也就是搜查令 签发前不久接到了通知 开始了突击搜查工作 据悉保护特朗普的特工也协助了FBI调查人员 因为海湖庄园面积巨大 FBI出动了大量探员 突击进入庄园之后进行了详细的搜查 甚至特朗普的一个私人保安箱也被打开 FBI选的时间非常巧妙 天天在海湖庄园打高尔夫的特朗普当天并不在家 而是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 这次突击搜查的原因 是目前美国司法部对特朗普的两项调查 一项是特朗普股东2021年1月6号围攻国会山的调查 一项是特朗普去年1月现任时 将大量美国机密文件带回海湖庄园的调查 美国国家档案和纪录管理局 去年曾从海湖庄园中取回了约15项文件 据称这些文件是特朗普非法带出白宫的 这两项调查 下限罪名是泄露联邦机密 上限罪名是阴谋罪和叛国罪 如果真的能定罪 从20个月有期徒刑到死刑都有可能 不过其实美国司法部还另有目的 那就是只要特朗普被定罪 无论罪则大小 他都将无法担任任何联邦公职 更不用说竞选总统了 正如我们开头所说 前总统抄家搜查这事 实在是美国宪政史上的第一回 白宫第一时间发表声明 表示对突击搜查海湖庄园一事并不知情 但是特朗普并不买账 他向媒体发表了公开信 表达了自己的极端愤怒 他在信中除了控诉司法部 这次无端的行动外 还不忘托自己的老对手希拉里下属 他表示 希拉里删除了33000封邮件 还从白宫偷走了古董家具 却没有任何调查 我则被两个骗局调查反复骚扰 这是Politico迫害的最高形式 这是猎物行动 说起特朗普这次突然被查 确实有点来自白宫小心思的意味 不顾政治惯例破坏历史规矩 突袭前任总统 现任总统拜登可能也的确是没有办法 在雪崩一样的民调面前 拜登必须要想办法自救 在过去几个月中 拜登通过各种威逼利用 通过了一系列赎买人心的法案 521的芯片法案正在加速 4000多亿的对抗通胀法案 也在参议院以51比50的细微优势 获得通过 但是民众完全不买账 民主党的民调达到历史级低点 拜登支持率不足35% 据信特朗普将在9月之前 宣布正式参选2024年的总统 在目前共和党的CPAC大会上 特朗普共获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选民选票 号称金铜的佛州州长 也就是特朗普党内最大劲敌 才拿到了20%的选票 可以说只要特朗普参选 那么他将肯定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直接向现任总统拜登发起挑战 一旦特朗普再次对上拜登 这次的胜负可能就不会再效仿 两年前的结果了 很多外媒的资深时政记者 对于此次的突击搜查 也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一种观点认为 这次搜查的时机 旨在避免长期以来普遍认可的信条 即司法部门在临近选举时 不参与被认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行动 现在距离决战下一届国会组成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期选举 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美国政治中很少有如此敏感的时期 而另一种观点 当然也是特朗普心中所想的 就是这次突袭的背后的动机 完全是政治性的 就是要破坏特朗普 在2024年竞选白宫主任的机会 关于这次的搜查结果 我们还不得而知 这期间恐怕还要经历漫长的调查 与司法过程 但司法部的这一行动 确实非常激进 美国宪法的根基在于权力的和平转接 而权力和和平转接 是建立在获得权力的一方 对交接一方的人身 财产和既得利益的尊重和保护 这次查抄特朗普海湖庄园的行动 可谓是动摇了美国宪政的基础 此例一开 特朗普上台之后 自然也能收拾民主党 这对于现如今本就水火不容的 红蓝两方势力 未来将会更加的剑拔能量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